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档故事的主人翁是台北市邻区的志工李离色 小时候他遇到一位对待自己有如亲人的陈老师 所以希望自己未来也成为老师 皇天不负苦心人 立志向上的李离色终于实现自己的志愿 在1977年师尊毕业之后 他就到世东国小任教 一直到2007年也在这所学校退休 这么长的历程 剧组光是找紧就要花费不少脑筋 从李离色国小时期的校园 到他退休时期 经过50多年的变化 要找到符合师姐国小时候的校园景象 对于剧组来说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我们那个校园是比较讨厌的就是从等于40年代一直横跨到一百度大概到现在的九十几年 所以说我们选学校的角色的时候当初没有这种跑道 没有现代的跑道 所以说我们选的时候 通通选了从四东国小到五全国小 我一共拍了四个小学 用四个小学来把它凑成这个他们阶段性的这个 来你们两个又从那边 第十九层 从那边这样过来 等于用四个国小区来凑这个时代不同的这种现象 比较辛苦 基本上主要是懂得 懂得这个教室的角度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是尽量让它活一点 否则会变成很死 所以说我在教室里面我尽量那么喜欢用一点轨道动一下或什么东西 也可以逼一些缺点 眼睛都起来 你们这个有便当的啊 等一下正式来就要吃了啊 还有小孩子你也知道 真的很难控制跟动物一样 尤其是 动物一样 对 这个一拍到教室人一多的时候 我头就晕 走 给他 这次很多小孩支援我们 除了在市东国小 还有武权国小 还有另外我们在发来的就是小朋友演员 会 我们工作人员每次在操控他们 Cue 骂翻 然后一直警告 第一次 第二 第三次 然后一直讲 安静 一直在瞧 安静 不受口 小朋友活泼一点不是教室吗 呃 小朋友活泼一点 是要该活泼的地方啊 因为如果老师在讲台词的时候 或是导演来讲戏的时候 对 他们的声音会盖掉现场的声音 所以导演就要用吼的 然后或者是说 他们没有办法注意集中的话 该当下该做的反应跟回的那个话 他们没办法 就没办法知道说他们要做什么啊 没办法做到正确的反应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实习三个阶段 然后再加上 因为李依瑟师姐她自己也成长 年纪的成长 然后还有遇到的学生不一样 她的经历也有不一样 所以当遇到这三个阶段的学生的时候 她有三个层面的应对的方式 嗯 五 三 三 二 走快滑 走快一点啊 你那个感觉抬头看老师是 老师你是不是真的是铁人啊 这种感觉 我们五月 四月 五月就开始在拍 拍到这样六月 每天都很热 尤其打躲避球啊 打篮球啊 然后跑商场的戏啊 是全部工作人员都在赛 该倒了就倒了 但是还是要再弹回来 隔天 隔天依旧好不好 隔天依旧会每天 然后呢 每天晒足至少八小时 早上就是六七点就出班了嘛 然后晒到天黑没有太阳为止 就是要拍完 然后就要回归到我刚刚说 小孩不受控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跟她说太阳很热 大家快点 我们就是顺利让它结束 可是因为它们一热就开始乱动 小孩就会忍不住动耶 他会真的忍不住 他们不是故意的 然后其实说 全班立正 他们就立正 然后就开始 就听老师讲 他们就好热 然后就忍不住 要跟旁边人讲 他们不是故意的 但是 就是 其实蛮可爱的 可是很烦 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要多晒好几个小时 十二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极其特殊 因为这是孩子 告别童年走向少年的一个时期 虽然孩子只有十二岁 但是在这个时期 父母还有学校老师所诡语的观念 是奠定孩子性格与习惯的重要阶段 刚好幕后记录的工作团队 请来了年纪正值十二岁的演员 蔡瑞泽充当小记者 采访了演员 采访了工作人员 还有导演 问问看他们是不是记得 他们的十二岁正在做些什么事情 透过小记者的采访 一起来了解 十二岁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 因为他虽然还是小孩子 但是很快他要生大狼了 要转成为大人了 然后有很多就是 不管是父母给的观念 学校给的教育 在学校教导他的老师 所给予他的东西 其实是奠定以后他成人 面对这个社会 面对自己的处境的时候 最基本的观念定型这样子 所以现在十二岁 十二岁都在干嘛 拍戏 拍戏 五、二、三、二 我们应该没有看错吧 没看错啊 是李老师跟胡光豪在跑步 我十二岁就在工作了 真的吗 你做什么 打工赚钱啊不然呢 还有我才出来多久 我才出来多久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外型主持人 然后我的名字叫蔡瑞德 你好 大家好 老师 老师 我要问你一件事 你十二岁的时候都在干嘛 是国小六年纸吧 对 差不多跟我一样 就要毕业了 他现在十二岁 十二岁啊 你 我十二岁的时候 准备要去念教会学校 然后去考试 然后 学生嘛 十二岁在干嘛 你在干嘛 我就在干嘛 学生就是在玩嘛 不是我十二岁的时候在拍戏 你十二岁的时候在拍戏 我十二岁的时候在享受我的 国小生活 期待上学 因为上学就可以跟同学玩 然后回家 回家就是补习嘛 所以没有什么 对 你最印象深刻是上学的那一集吗 上学 上学我就是都有家人接受 可是呢 在学校园里面的时候 很开心 因为每一节下课就出去玩 毕竟就是本人就是孩子王啊 品学兼优的孩子王 加油 转 全班注意 加油 转 起步 走 A 2 A 2 A 2 林医生 加油 来 小心喔 明天考试加油 你还记得像他这个拍到十二岁 你还记得你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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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喝完了 吃喝完了 吃喝完了那时候 有没有就觉得 以后要开面包店 有想过吗 开面包店 没有 那有想要当老师吗 不会 因为很多人小时候都想当老师 不会 他说只想玩 你现在真的搜 开始搜东西耶 是啊 下去啰 你十二岁应该没有想过 会来当老师 十个 其实有 其实 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玩头发了 导演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想要问你 请问你 十二岁的时候都在做什么事情 你现在几岁 十二岁 好 你在做什么事情 大部分在拍戏吧 除了拍戏呢 玩吧 跟同学出去玩 混 打球之类的 那你很幸福 对 那你要 现在感谢你的父母 对不对 那有很多人跟你不一样 他是比较辛苦 他们小时候真的 尤其是 你爸爸妈妈那一代 非常辛苦 老师就讲自己吧 爸爸妈妈 我还好 我那一代 我爸爸妈妈对我也还不错 我家环境还OK 所以说我也没有受到很大的苦 可是我有看到很多 他们这一代 那个 这一代的小孩的那个差别 那个真的是落差蛮大的 所以说 对对对 所以说 你不要 你要同情别人 不要只顾自己的玩乐 看着别人的话 有时候要施舍你的爱 给别人 但是你真的很疲 这我承认 行人就好 正如彭导演所说的 每一个人的12岁有着不同的回忆 观众朋友 你们还记得自己的12岁吗 欢迎您到大爱会客室 脸书的粉丝专业和我们分享哦 也感恩您今天的收看 下次见